那效果器是什麼呢? 效果器就是在後期對音色進行修飾的電子器材 那什麼時候會用呢? 我們會用在電結他那裡 電結他那些拆聲其實就是因為加了一塊叫效果器的物體 令到它拆聲的 本來它不是拆聲的 它本來都是普通結他聲而已 或者電子琴 也有一些是用來修飾人聲的效果器 那我稍後會有一些示範 就示範不同效果器的聲音是怎樣 那這課其實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你聽一些聲音響下去 就是我那邊 效果器呢 通常駁在哪裡呢? 就駁在樂器或者咪的輸出那裡 那透過改變效果器的設定 就會製造出不同的音色出來 那可以在實時的演出裡面用 也可以在後期製作 就是你錄完那把聲音 你錄完音之後再加下去都可以的 那這個用處呢 都是這個 對音色進行修飾 就是我想改一些聲音 令到它變成有另一個效果 那常用的效果器呢 有以下這一堆的 那些名字放心 不用記的 就是我這裡介紹一下給你知道 有這些東西 那你就不需要記的 因為我們教會 其實都沒有什麼效果器需要你去調整的 就是不用教的了 全部都設定好了 就算有也 那所以就不用管 通常是一些樂手才會去理這些東西 因為樂手對於他們的樂器出來的聲音 可能有些要求的話 就會加不同的效果器去製造不同的聲音出來 好 那逐個介紹一下 這個等化器 Equalizer Equalizer就是用來改變不同的聲音不同的頻譜的大小聲 從而改變聲音的音色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把你的聲音 你進入進來這個東西的聲音呢 將它分開做不同的範圍 就是低音可能是有 這裡一條巴 兩條 三條 四條 五條 然後中音就是一些比較 又不低音又不高音的叫中音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中音就是 又分了約桿那麼多條巴 那你就可以每一個獨立去教 然後最後高音那些你也可以去教 那其實就是把聲音分成不同的範圍 然後每一個範圍獨立去教不同的聲音 那在Mixer那裡呢 都有這樣的功能 不過就沒有那麼詳細 那我 例如現在呢 我可以 調大低音 那你聽著的效果 你現在就調大低音就很耸 很吵 那我可以剪掉它 剪掉它就好像聽了收音機一樣 或者先調回中反弦 那我又可以移動一下中音 那我可以這樣調 那中音 那中音又有不同的範圍 你聽到聲音 很科幻 這樣 還有高音 高音的範圍就是 那些尖的聲音 嘩 它已經開始適合了 或者我剪掉它 這個就是剪掉高音的 又是很耸 那高中低音呢 根據你怎麼去教會影響出來的音色 那如果你聽到聲音很鮑 你就剪掉音 聽到聲音很尖 你就剪掉高音 那這個我們在教Mixer那一課 會再詳細說的 那因為這裡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讓你試 那我們 咦 這裡那個擦走了 那我們教會是有一個自己的Equalizer 不過就不是這塊 我忘記了抄的Model 不過樣子也差不多 那還有在學校禮堂的音響房 都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都是較不同範圍的聲音 都是這樣的Equalizer 都是這樣的樣子 那樣子 好 接著有一個Delay的 延遲效果器 那這個Delay呢 就是把聲音推遲播出來 那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製造一個Delay的效果 就是我把聲音呢 我想推遲些才出來 就是這樣 變成會一層層的 就是我講完把聲音之後 會一層層的向後推 是不是可以示範到呢 這個Mixer都有這個功能的 要先開一個什麼 嘩噶噶噶噶噶噶要一下 就是這樣 嘩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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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vert 推遲了出來 嘩,很吵 對,再重複 把我原本說話的聲音 還沒結束 對,說了很多次 哎呀,這個很煩 這個就是第一種延避 我告訴你一個很驚人的事實 就是我們教會正在使用 是啊 不過怎麼用呢 我現在就講一下 其實就沒有搭那麼多層 它只是純粹把聲音向後移動一次 那就不會再重複 不會再重複的,我們教會用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禮堂很大的 我們有前面兩個喇叭 還有中間有兩個喇叭 那當聲音由前面的喇叭 去到中間的喇叭的時候 如果你中間的喇叭出來的聲音 是同時的 兩個喇叭出來的聲音 就有兩層聲 記不記得這個 因為這樣的 聲音傳遞的速度 是慢的 330 那 你幻想一下 當我中間的喇叭出聲的時候 前面的喇叭都會出聲 當前面的喇叭出來的聲音 去到中間的時候 變成跟我原本聽的聲音 就有兩層聲 這樣就會令到 站中間的會眾的思緒很混亂 很混亂的思緒 因為它聽到很多層聲 聽一下就 所以其實我們教會是會把 中間的喇叭出來的聲音 轉遲一點 令到前面的喇叭出來的聲音 去到中間的時候 中間的喇叭才出聲 即將它轉遲一點 轉遲不知道零點幾秒 很少 即是有數可以計算 對 設定好了 不過我告訴你 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收得很近的 你看不到的 它收在兩塊機器中間 完全遮住了 看不到 所以就不知道 不過我們是有這樣的東西 如果把它關掉了 你會聽到有兩層聲的 看看我能不能找到那塊東西 我不知道它收到哪裡 好入 它應該很入 還有很多塵 我不想怎樣 好 接著有一個 動態擴展器 它的作用呢 這個已經設定好了 都是在音箱房裡有的 就是加強低音 和高音的音量 即是調整的聲音 令到它飽滿一點的聲音 那 什麼 其實沒什麼用 事實就是 不過放在那裡就照開 就是這樣 不用動它 因為這些都 都教好了 很少會再動它 不過你知道那塊東西是 是一個效果器來的 即是影響著聲音的 你知道那塊東西的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攪拌它了 嗯 有開的 平時有開的 不過好像熄了很多聲音 它都照樣出到那個聲音出來 即是沒有處理過的那種意思 如果你熄了它的話 然後這個叫做Noise Gaze 即是操音門 這個名字會比較差一點 那 我們搞好像沒有這塊東西 那它的作用呢 其實就是 將一些雜聲呢 將一些雜聲 切掉 那當然機器來說 它不知道什麼叫雜聲 那 所以其實它的原理呢 就很愚蠢的 那原本的訊號是這樣 這個是我真的想要的訊號 就是可能我在這幾個位置 才在彈琴 令它有些聲音出來 接著虛線就是一些雜聲 那 這個Noise Gaze的作用呢 其實就是當 我進去的那個聲音不夠大的時候 我簡直不讓它出來 即是我將這裡完全剪掉它 因為它不夠大聲 接著到這裡真的有聲音的時候 那我才讓它出聲 即是 也有雜音的 所以它其實就無法夾雜音的 它只是將有 就將雜音特別明顯的時候 將它剪掉它 這樣就有一點點染眼法 那這個就是 這個Noise Gaze的原理 好 接著 Compressor 壓縮效果器 它的作用就是 當進來的聲音太小的時候 推大它 當進來的聲音太大的時候 就按低它 令它整個訊號出來的 音量的大小會平均一些 看這個圖就明白了 這個 例如這個位 這個位的訊號太大了 超過了我想要的範圍 這個Compressor就會將它按小 調小聲 當聲音不夠大的時候 例如這個位不夠大 就將它曲大它 即是說 細聲的聲音它就曲大它 太大的聲音就按低它 就是這樣 這樣 那這個東西 你是可以人手做的當然 還有我們平時都真的人手做的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自動的機器 幫你去做這件事 不過我們教會好像是沒有的 好可惜 好 然後這個Limiter 限制效果器 就跟剛才那個有點類似 不過呢 它只是會按小的 不會推大 就是做少一半的東西 這個樣子 當它太大聲的時候 就按小它 就為了保護喇叭 令它不要太大聲出來的時候 但是太小的訊號 它是不理會的 有它出的 什麼都不做 所以是跟剛才那個Compressor 就做少一半的東西 失真效果器Distortion Distortion就是用在電結他上面 電結他的拆聲就是這樣來的 那原理呢 都是十分容易明白的 原本的結他訊號就是這個 然後呢 這個Distortion的效果器 就會把它弄得很大 然後在這些位置切走 這些位置就起了角 這些位置就起了角 起了角就造成了Distortion的聲音了 就好像剛才那個小朋友的聲音 好 Reverb Reverb呢 我不說了 示範吧 很難講解這個 Reverb就是這樣了 咦 這個是這樣的聲音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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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層声会再回踏几层出来 应该是有得调的 咪的按钮都要研究一下 好啊 这个就是回响效果器 Echo就是刚才示范了很烦的就是Echo 那个不是吗 Echo是会慢慢收势 Delay是不会收势的 这个是Reverb 还有些效果器是在PowerPoint那里没有的 可以再试一下不同的声音 你想怎样 我想逐个Effect试一下 有很多Effect在这里 我选一些特别的 例如11这个 喂 喂 没什么特别 15这个 Reverse 它的声音会反转的播出来 16就Spring 这个也没什么特别 然后7 7 这个叫 人声就没有那么明显 通常吉他或者琴都会用 会明显 很明显 哦 好吧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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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特别 变成机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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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成机械人 然后还有12 12震音 喂 没有的 有吗 然后是Reverse Delay 这个很烦 这个也是Delay 喂 喂 这个也是机械人 好 就是这样 有很多这样的效果 那 有时间自己上网研究一下 这些 或者如果你弹吉他弹琴 正常 正常 现在很正常 现在我认识了 那么 就是这样 那 这个就是第五课的内容 例如Effect 这个就没什么很明白的 纯粹知道的 就是听完就算了 都没什么特别要做 这个 认识一下一个音响系统里面 会有这样的部分 这个在音响系统里面 其实都是常见的 好 那这一课就到这里